我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女人,她话有点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独自坐在角落里,我当时有点喝多了,注意到她身上有点怪味,她的眼神茫然,我问她是否需要搭车回家,或者她需不需要给谁打电话,但她一声不吭,我的初衷是好的,想帮这个醉酒的女人安全到家,我问她要水还是咖啡,有朋友一起吗? 她什么话也没说,但我知道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然后搀扶着她走出酒吧,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没办法开车,她有点喝多了,她走路都走不稳了,有点像一边倾斜,但她真的很漂亮 司机有点犹豫,纠结让不让我们上车,说她需要看医生,她指着她腿上的伤口,意思是会把血弄到车上 我摸了摸那伤口,已经干了,我说她肯定是摔了一跤,我们俩都烂醉如泥,让司机赶紧送我们回家 司机心里是不想让我们上车的,但好在她很善良 我看起来很醉,几乎走不动路了,这个女人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我问了好几次她住在哪里,但她默不作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对这个醉酒女人束手无策,而且我自己也酩酊打醉 最后没有办法,我决定带她去我家,但我没有其他想法,只是以正常的方式,我是好意 我们到了家,我再三确认她是否愿意进去 我说如果你不想进来,我让司机送你去别的地方 司机当时也听到我这话了 但这个女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小声咆哮着,发出嘶嘶声 我想她可能是肚子饿了 我带她进屋,让她坐在沙发上,说我会给她弄点吃的 我问她喜欢什么,她不说 但她在这里的表现,看起来比酒吧要自在一点 也许她不饿,所以我坐在她旁边 她没有动,我凑上去,想确认下,她是不是声音太轻了 但我听不见她说话,我搂着她,以防她着凉 如果她说让挪开,我会照做,但她没有 所以我觉得没关系 就在那时,情况开始改变了 她突然转过身来,咬了我的胳膊 咬得很深,她突然变脸,在我的胳膊上咬了一大口 我拉开身子,然后她跳到了我身上 她对着我的脸又抓又咬,我用尽全身力气才把她甩下去 我试图逃跑,但她一下子就扑了上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伸手拿起最近的东西,一个笔记本指甲,砸了她的头 她一拳一拐地跌倒了 她咬到我的地方,开始养得要命 然后我用地毯把它裹起来 我抓了抓咬痕,它蔓延到了我的手臂上 也许需要打针,可能是细菌感染 我需要抗生素,但我没有那么做 只是不停地抓脑 我把它放在卡车后面 然后我穿了一件夹克,夹克袖子上沾满了血 我不停地抓脑 我一直抓到手臂麻木,甚至失去知觉了 我可以拉开袖子,看到那紫绿色的皮肤 单手开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感染了的细菌延伸到我的肩膀 我应该去医院的 但我的经历可能会让护士、医生甚至警察产生怀疑 我最后开车去沼泽 我把它从卡车里抬出来时 脖子开始发痒 那种发痒的刺痛感 我能感觉到它正蔓延到我的脸颊 我用那发丑的硬夹克领子摩擦着我的脸 我把包裹着它的地毯 直接扔进水里 当开车回家时 扫痒蔓延到我的眼睛 如果当初我去看看眼科 或许事情还不算太晚 我连眼药水都没买 觉得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我一直在忍受着我开始担心自己身上的肉在腐烂 我现在害怕着镜子 我会变成僵尸吗 我的头皮很干 除了搔痒 我的手又长出了一撮毛发 我觉得时日不多了 但不是活死人那种 我身上开始有那个女人的味道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染 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我越想到那个女人 就越意识到她有问题 我该怎么办 我找了一份太平间的夜班工作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薪水这么高了 我以前在美国的一家医院上夜班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 不过他们给我支付的薪水很高 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于是我就留下来 清理手术后的手术室 不过还好有人陪我 她的名字叫乔 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我也是问了另一个守门的人 才知道她的名字 她喜欢一个人待着 我从来没有听她开口说过话 她体格很大 工作是清理走廊的地面 她工作干得不错 不过主要是因为 她脱地的时候实在是太满条丝里了 所以不可能漏掉任何一点污渍 乔是一个有点古怪的人 她穿戴着外科手术的手套 口罩 帽子和手术服 可能她是对细菌过于敏感了 尽管她不太善于社交 但有她在身边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晚上清理血迹斑斑的布料时 或者是有时地上 因为手术失败留下的一团烂摊子 每隔一段时间 乔就会被叫过去 让她把一具尸体带到停尸房去 停尸房应该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诡异的地方 相信我 不要晚上去停尸房 我以前学到的一件事 就是永远不要去看尸体 因为每次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脑子就会冒出各种想象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床单下面 有什么东西在抽搐着 所以我一般选择不看 每次需要运送尸体的时候 我会把工作做好 然后就赶紧离开 当然了 你还会听到点什么声音 这大概也只是想象在作祟 每隔叫长一段时间后 就会有一两次抽搐 因为这个人还没死透 可以说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事情 其中最让人不安的 就是墙上的血手印 我一直都没搞清楚 这些手印是怎么来的 不过我只按照自己的工作要求 把它清理掉 然后打卡下班回家 我没有向医院的管理部门提过这些事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了 有些事情他们根本就不想听 所以我把手印清理掉 保持沉默 然后拿着我该拿的薪水 某天晚上 我把带轮子的病床 从停尸房推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沉重的撞击 不过理智的那一面 让我彻底忽略了这个声音 继续推着轮床 只是速度稍微加快了一点 然后继续去清理下一个手术室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音乐 所以没听见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也没听见脚步声逐渐靠近 而等我听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我转过身 看见一具尸体 寒山前行 胳膊张开 嘴巴张开 离我三英尺远 我吓呆了 大脑一片空白 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 我害怕到没法保护自己 这个东西散发出的恶臭 就足以让我丧命 它越来越靠近了 牙齿露在外面 我觉得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 向我走来 这时 乔冲了进来 只见它笨拙地走过来 抓住尸体 扭动它的脖子 直到我听到一声恶心的嘎吱 然后 乔又把它像个瀑布娃娃似的 甩到了墙上 尸体倒在了地上 而乔则扯下口罩 露出一张噩梦般的脸 皮肤惨白 两颊凹陷 他抓过尸体 开始咬它的脖子 他把尸体撕成碎片 享用着尸体的血液 乔吞食着 而那具尸体只抽出了两次 就停止了挣扎 几分钟后 乔停了下来 任凭尸体的残骸倒在地上 他直直地看着我 以前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的眼神 那是非人的 凶猛的 异常饥饿的眼神 他向前走了走 双手向我伸过来 我终于近距离地 看轻巧的脸 他皮肤苍白 像尸体一般正在腐烂 他的牙齿是黄色的 几乎都掉光了 他靠近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 我意识到 刚才的救命恩人 即将成为我最大的威胁 而我很快 就会跟旁边的尸体一样 有着相同的命运 然后 他停了下来 他眼里的光泽消失了 他看了看我 重新把口罩拉回到脸上 然后笨拙地走向那具尸体 他抓着一条腿 把尸体拽出了房间 留下一条血迹和残肢 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 试图说服自己 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但每次睁开眼睛 墙上的血点和地上的血迹 都还在原地 我过了很久才缓过来 终于有力气站起身 然后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 走到走廊的时候 乔背对着我 慢吞吞地 拖着延伸到停尸房的血迹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在大厅里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回去拖地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